耶 娘娘 membahagiakan orang tua itu kan tidak selalu harus dengan materi kan 她说什么 她说给我们的父母亲 幸福不是一切都要用钱 对 我要跟你说话 你给了很多钱 你没有照顾她 没有看她 还有没有礼貌对她 没有用这个钱 可爱的 父母亲的 可爱的父母亲的 不算钱 明白吗 如果我们给她很多钱 但我们没有贊助 我们没有贊助她 那可 这就是 真正是 成为一个孩子 那是不永远 需要给予材 可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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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者 可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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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母亲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的 一个我跟你说话 她说什么 你听到 你听她的说话 她也很好听 两个的时候 你给她吃 卖给她的东西的吃 也很好 三个的时候 你会一下跟她 有三个 你反对跟她就好了 三个最简单的 第一个 我们听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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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个 我们听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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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很幸福 第三个 如果有机会 永远在前面 在前面 很好就高兴 很好的榜样给他们他们听到会这样做就好 对 呀 mudah mudahan 可以想钱 钱的 父母亲可以自己传钱给他的孩子 孩子不可以拿很多钱给父母亲 对 因为我们肯定是用来的 如果我们肯定是有点兴趣的 可能会有点兴趣的 但是有点兴趣的 有点兴趣的三个事 有点兴趣的 那些人也已经有兴趣的 我希望我的父母在那邊就是很快樂 他一定很快樂 他也跟我說話 你不擔心他一定看兩位父母的父母很好在那邊 就算了 那 Kamsia Nyik Nyang-nyang ya Masukan yang sangat bagus Ya semoga menjadi satu perhatian bagi umat lah ya